怎样让国际市场接受中国抗虐药物 我们自己本国我们生产的药品 其实质量很好 价格很低廉 但是就是没法实现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 难难合作又怎样推动中国抗虐经验落地非洲 把我们国家这个初级卫生保健系统的建立的这么一个经验 移植到了哥们罗的三个岛上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龙行天下 面对全球快速传播的新冠肺炎疫情 各国都在加急研发疫苗 4月中旬全球多个疫苗团队宣布取得了进展 全球临床实验也已经超过了一千项 但疫苗研发是一个复杂而且周期长的过程 疫苗上市应用有着严格的法律 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 不同的国家的医药标准有所不同 如果要进入国际市场 还需要取得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认可 2017年中国宣布首次实现了全年 无本地瘧疾感染病例报告 而这一成果离不开 氢烤素类抗虐药物的研发和使用 虽然中国是氢烤素的发明国 中国生产的相关药物 却没有得到国际市场广泛的接受 中国医药企业如何来打开国际市场 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呢 中文字幕提供 梅纳德·康德威是母祖祖中心医院儿科副主任 他正在和来自中国的儿科医生郭亚勒 讨论患者的用药问题 我们已经停止了 一个人是八岁 另一个人是七岁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次 两个人都患上病毒 刚才重点看的两例患者 他们是重症虐疾 重症虐疾 当然今天情况好一些 因为他们在HDU 经过严密的监护 和正规的治疗 这两个孩子意识已经恢复了 在昨天的情况下 那两个患儿是 意识是半昏迷状态的 地处非洲东南部内陆地区 马拉威常年气候温和一人 而且民风淳朴 享有非洲温暖之心的美誉 但同时 马拉威也是世界上 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全世界艾滋病感染率 和瘧疾疫情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这边的瘧疾的发病率是很高 五例患者中就有一例是瘧疾 所以如果是国内的话 如果一个小孩出现了发热 我们首先要给他看扁桃体 看他有没有呼吸的感染 或其他的感染 在这里一个小孩 如果说是出现了发热 我们首先就要给他查瘧疾 发病率太高了 马拉威全国人口1760万 根据该国提供的瘧疾病例数据显示 每年大约有600万人次感染瘧疾 马拉威的瘧疾 比别的地方的瘧疾 它有个区别 它以恶性瘾为主 恶性瘾里头 就是有一部分脑性瘾 它就会死亡率高 后遗症率很高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2019年世界瘧疾报告显示 2018年全球发生 2.28亿瘧疾病例 约有40多万人死于瘧疾 其中67%为5岁以小儿童 全球是说有big three 就是三大传染病 其中瘧疾就是其中一个 另外两个 一个是结核病 一个就是艾滋病 其实瘧疾是在六个区域都有 目前都是这样 但是它主要是集中在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东南亚 那么按照19年 就是最新的世界瘧疾报告来看 2018年呢 就是瘧疾的发病率 是全球范围来说 是每一千这个高危人口中间 有57例 到现在我们大概全球有2亿人 仍然是就是每年会感染瘧疾 那么致死率呢 每10万人口中间有10个 这是全球的水平 非洲的这个死亡人数是非常高的 它呢是每10万高危人群中间 达到40 2017年 中国宣布首次实现了 全年无本地瘧疾感染病例报告 99.5%的曲线 83.3%的地势 通过了消除瘧疾考核评估 每年的4月26日 是中国的全国瘧疾日 2020年 是中国实现消除瘧疾目标年 3月30日 中国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发布通知 将今年全国瘧疾日 宣传主题确定为 消除瘧疾控新冠 同房输入再传播 几十年前 瘧疾的阴影也曾经笼罩中国 20世纪50年代 中国瘧疾病例约有3000万例 死亡率约为1% 60年代的时候 我们知道是就是越战时期 无论是美国还是越南 以及我们中国的就是南方跟 就是南方边境地区 都出现了很大面积的瘧疾的这个流行 当时在这些地方呢 出现了奎宁的这个耐药的情况 所以我们国家呢 当时是在就是六七年的时候 当时的国家的科委 以及解放军总后勤部联合呢 就在北京举办了一个会议 是说联合就是全国的科研力量 进行就是抗瘧疾药物的研发 2015年12月10日 中国科学家土悠悠 领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自然科学类 奖项的获得者 奖项表彰了土悠悠 在对抗瘧疾创新疗法方面的发现 我想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 大方勞巴尔家是一个很大的荣誉 上世纪七十年代 土悠悠及其团队成功提取了一种无色结晶体 命名为青蒿素 土悠悠教授是在69年的时候 才进入到中医中药组进行研发的 尝试了很多的药物 就发现低温的萃取 乙迷低温萃取 可以提炼出有效的青蒿素的成分 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也是后面我们研发了青蒿素中间最为关键的一步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 是全球瘧疾治疗的首选药物 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 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瘧疾治疗的最佳疗法 中国是青蒿的主要种植国 青蒿素原料产量高 全球约70%的青蒿素类药物 使用的是中国的原料 青蒿素原料配上辅料 经过一定的工艺后 可以制成青蒿素类药物 青蒿素这个物种是叫广部种 全球都有这样一个种 那么只有它的青蒿素的含量 大于千分之六的时候 也就是百分之零点六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它才有工艺上的基础价值 当时就是优养的青蒿和广西 这个精细的青蒿能达到千分之十 那么我们最后通过我们自己的预种 我们能达到千分之十七到千分之十九 2010年至2018年 各国共采购约三十亿个 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础的复方 或联合用药疗程 估计其中百分之六十三 为公共部门所采购 当时世卫组织 虽然证据还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 认为青蒿素它可能会产生耐药 那么为了避免青蒿素耐药 世卫组织当时就推荐要采用复方青蒿素的方式 那么我们国家也就是按照世卫组织的这个推荐 那么对复方青蒿素类的药品 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发 那么我们今天就看到各种各样的 青蒿素类的复方的药物 都随之就开始产生了 青蒿素市场分为公立和私立 公立市场只有世界卫生组织 盖茨基金会 全球基金等国际机构和组织计划采购 市场份额占比约为80%左右 2019年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发布了 2018年联合国采购活动年度统计报告 报告显示 2018年联合国针对医药领域的采购金额 达到了40亿美元左右 主要供应国是印度 比利时 美国 联合国在中国的医药领域采购金额为 4098万美元 仅占该领域全部采购金额的 其实我们国家呢 就是在80年代 尤其是80年到90年期间 我们是做了多次的尝试 想跟通过世卫组织这样的平台 能够跟其他西方国家进行合作 但是很遗憾我们国家想 清浩素的药物走出去国际化这个之路 是基本上在85年之前就已经 这个大门已经被关上了 在全球清浩素大宗公立采购市场上 瑞士和法国的两家跨国公司 是联合国指定的清浩素制剂供应商 曾经长期主导着全球抗虐药物市场 所以我们国家原来在清浩素 占全球的份额我们不到1% 因为原来我们的东西都被法国人拿去买 买了然后垄断了再去卖给别人 原来我们中国人不能卖到 直接卖到英雄手上 那么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是中国的东西 后来现在才找中国人来卖 这是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感觉到一个非常遗憾的事 作为清浩素的发明国 中国的清浩素制剂 为何在全球市场中沦为配角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于9月3日至4日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中国决定优化升级50个 医疗卫生原非项目 开展公共卫生交流和信息合作 实施中非 新发再发传染病 血吸虫 艾滋病 瘧疾等 疾控合作项目 会议通过了2019年至2021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强调 中国将继续与非洲国家 开展控制瘧疾项目 支持非洲2030年加速消除艾滋病 肺结核和瘧疾框架 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 全球瘧疾控制和清除目标 疾病是阻碍全球贸易 阻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开展的 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它会影响国家的经济 如果要是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 有人缘的往来 有物品的往来 那么这个疾病就会随着 这些人缘的往来 物品的往来传播到其他国家 就会造成一个 从一个单独国家的疾病爆发 变成一个区域的爆发 甚至是一个全球的爆发 那这个都会整个影响到 全球的经济贸易发展 中国对非洲的医疗援助 最早可以追溯到 20世纪60年代 在此后的50多年间 中国对非洲医疗援助 从未间断 形成了原非医疗队 原检医院 疟疾防治中心 捐种药品和设备 医疗人员培训 等全方位立体式医疗援助体系 我们园外实际上很早 是从63年开始 疟疾园外 一直是我们园外中间 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内容 那么与此同时 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医疗物资的原外了 截止2018年 中国累积向非洲地区提供5000万人份的轻薄素抗虐药 与流动寻诊的原外医疗队原非抗虐中心相配合 累计治愈超过3亿人次 非洲病患 在医疗物资的原外 这个药品输出中间 抗虐药是一直是很重要的 但只不过就是那个抗虐药 它往往是提供给我们国家的医疗队 以及医疗队所服务的这个援助的医院 小范围的使用 那么几乎对于市场上的使用是比较少的 2015年10月 第二届中非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会议 在南非开普敦召开 会议通过了开普敦先缘 与会各国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 推动中非卫生领域合作深化发展 而在医疗医院部节目下转发展会 也就是一成功 也就是中国科技人士 正在承诺中的奖务 也就是一成功 也就是一成功 一成功 从2007年到2017年 中国广东抗虐团队 在东非岛国科莫罗奋战十年 摸索出一整套 适合当地的抗虐模式 科莫罗终于实现了 虐疾零死亡 虐疾发病率下降幅度 达98%以上的成效 抗虐的现场干预项目 最为有著名的是07年 科莫罗的抗虐全民服药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那么现在他们还在 很多其他国家 包括多哥 还有马拉维 这些国家 在进行这方面的干预 中国青豪素类抗虐药品的 国际化之路 在原非的过程中 也有了新的进展 青豪素的原料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由我们国家来提供的 我们的药品的生产 实际上是跟我们 对外援助的发展 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尤其是在 2000年以后 那么我们开始 逐步的考虑到这种生产 以及占领国际市场 这一系列的过程 在青豪素原料方面 虽然中国有较大的优势 但却处于全球 青豪素产业链的底端 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原因 其实有很多机制的问题 首先就是我们国家 在科研制度专利制度上面 是没有形成专利的保护 同时我们也允许世卫组织 把青豪素的原料运输到国外 中国生产的药品 比如说康约的药物 这里面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愚人症 我们叫WHO的PQ Prequalification 那就是因为中国的 很多的药品的制造的工艺 和制造方法 还没有办法达到 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由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制约 中国药企只能生产原料药 供跨国药企采购 实际上它的生产有很多 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企业在做 我们国家的企业 是挂靠在很多大的药企的名义下 借船出海 实际上走了 就是把我们的药物走上 国际化的这条实质的路 中国医药企业 逐渐探索出一种新的模式 进行海外推广 即以医代药模式 通过与瘧疾高发区的政府机构 签订合作协议 由当地商务部采购药品 派出工作人员 中国药企则负责提供技术培训 帮助该地区建立卫生点 进而构建防御体系 消灭瘧疾 你需要跟你想要去打入的这个国家 就是一个一个的进行谈 只要当地政府认可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通过漫长的 严格的这个PICO的认证 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 你是要一个一个去谈的 而且每一个国家 它之间的这个变化 政府的变化是不一样的 等于是你自己去打开市场 这样的模式 让中国氢浩素药品的销售 避开了公立市场的认证壁垒 科莫罗项目就是 一一代药模式的成功使建 其实科莫罗它本地的 粤疾的防治的措施 基本上还是遵循 世卫组织的推荐的这个措施的 包括发放长效 蚊帐 然后室内滞留喷洒等等 那么也有像全球基金 给予各种各样的干预 帮助在这其中 但效果都不好 在科莫罗抗虑过程中 中国抗虑药物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莫罗项目的成功 还离不开中国抗虑经验的支撑 表面看来它的干预就是全民服药 背后是把我们国家 初级卫生保健系统的 建立的这么一个经验 移植到了科莫罗的三个岛上 那么帮助当地建立起来了 这个初级卫生保健的系统 那实际上在我们参与越来越多 全球卫生的这个行动里面 我们就会意识到 我们自己本国我们生产的药品 其实质量很好 价格很低廉 那么对全球卫生是很大的贡献 但是就是没法实现 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 那么实际上对中国是一个反逼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 截至2020年4月23日 全球确诊新冠肺炎超过262万例 死亡超过18万例 新冠病毒在全球死虐 各国科学家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发疫苗 世卫组织决定启动新冠肺炎 团结临床实验 号召各国政府 医院 生物研究所及个人 招募数以万计的志愿者 参与临床实验 以期快速降低死亡率 减少病患进入重症监护的数量 截止2020年4月14日 中国两款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许可 启动一二期合并的临床实验 这是全球首批获得临床 研究政府批准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我们按照国际的规范 按照国内的法规 已经做了它的安全 有效 质量可控 可大规模生产的前期的准备工作 我们已经做好了随时开展 正式临床的所有准备 一款疫苗 从早期设计到货批上市 共要经过六个阶段 首先是病毒株选育 然后是疫苗工艺的确定 和疫苗整体质量的确定 接下来是疫苗的安全性评估 和公读保护性实验 还要做临床研究 仅市场许可认证后才能上市 一个创新性疫苗的研发 通常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发过程中 中国科研人员从毒株获得 到开始疫苗研发 只用了98天就获得临床批准 在新冠疫苗研发的过程中 中国积极参与疫苗研发国际合作 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对外卫生援助到卫生合作 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卫生治理中 而这也对中国医药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管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其他国家 其实都会鼓励中国的药品 能够去通过改善自己的工艺生产水平 能够去达到世界的水平 世界的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那这样让中国的药品能够处理 实际上这是反过来促进中国药品质量的 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现在其实也有 大概那么十几种药品和疫苗 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育人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根据二零一九年世界瘧疾报告的数据显示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八年只有三十一个 存在瘧疾流行的国家显著降低了并列发病率 并且有望在二零二零年前将发病率降低 百分之四十或者以下 如果不加快变革 二零一六至二零三零年全球瘧疾技术战略 确定的二零二五年和二零三零年里程碑 将没有办法实现 非洲南部国家马拉维 是瘧疾的高发国家之一 马拉维全国人口一千七百六十万 每年大约有六百万人次感染瘧疾 然而马拉维却以少药的情况 却十分的严重 医护资源和医疗基础设施匮乏 而卫生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本周的国民指引 我们将一起走进马拉维 看一看这里的医疗卫生体系 面临着哪些挑战 对中国对外投资而言 又有哪些机遇呢 马拉维位于非洲东南部 国土总面积为11.8万平方公里 水域面积为2.4万平方公里 东南接莫桑比克西连 作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马拉维经济长期依赖对外援助 农业发展基础差任务重但潜力大 工业基本上是处于空白状态 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基础设施相对落后 电力短缺尤为严重 马拉维是一个从经济上讲的 这个是一穷二白烤天吃饭的 一个农业出事国 工业基本上是没起步 因此它农业方面的基础设施的配套 可以说非常的不足 这个国家目前电力发展才300多万千瓦 那么全国9.8%的人能够用上电 那么这样从这个数字可以说 它这个国家是非常落后的 但是同时在能源发展方面 也是潜力巨大的 1991年马拉维颁布实施 《投资促进法》 该法规定 政府将积极鼓励和扶持 私有投资并优先发展制造业 农业 矿产业 鱼业 旅游业等行业 同时为创造有益的投资环境 政府将确保宏观经济稳定 并采取各种激励措施 鼓励和吸引投资 根据联合国冒发会发布的 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2018年马拉维吸收外资流量为1.02亿美元 截止2018年年底 马拉维吸收外资存量为13.99亿美元 但2018年 中国向马拉维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仅有146万美元 我们正在以援助来带动我们中国的投资 在马拉维的发展 这十一年来 我们在马拉维建了五大项目 同时在马拉维 我们目前有二十几家中资企业 还有一些中国个体商户 到这来经营和投资 主要集中在利隆规和布兰泰尔两个城市 那么其他像Zomba 像Muzuzu这些城市 我们也有一些中国同胞在开展合作和经营 落后的医疗条件 匮乏的医疗资源 严重制约着马拉维的发展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统计显示 2017年马拉维全国经常性医疗卫生指出 占GDP的9.6% 按购买力评价计算 人均经常性医疗卫生支出 在100美元上下浮动 卡莫组中心医院 它为首都地区大约200多万人提供医疗救助服务 巢位大概是1000多张左右 医院的设施在马拉维国家算是比较先进的 但实际上跟我们国内比起来 还是相对比较落后 医院的情况来说还是缺医少药现象比较严重 严重的依靠外援 马拉维全国范围内有4所中心医院 25所地区医院 48个乡村医院 440个医疗中心 101个诊所 平均每1000人拥有1.3张床位 5分裂 医院的故事 6分裂 5分裂 5分裂 7分裂 7分裂 马拉维主要传染性疾病 包括艾滋病 瘧疾 祸乱等 以瘧疾为例 拥有1760万的马拉维人口中 年感染病例占总人口的40% 年死亡病例超过3万人 在马拉维因人口流动性大 抗虐难度也随之加大 来之前我就知道这边是属于 瘧疾高发国家 基本都是脑虐 艾滋病的比例也相对是比较高的 以我们使馆为例 尽管条件相对还是不错的 但是因为整体国家的 这个瘧疾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的馆员得病也是比较多的 像我本人在这两年半 已经得过五次这个瘧疾了 马拉维实行福利性医疗制度 大型医院任满为患 缺医少药 其实我做了好多手术 术后病人就是因为 简单的一个伤口问题 经久不遇没办法 从病人的消毒的角度来讲 消毒液是比较简单 他们这边就是洗鼻钛和甲基酒精 只有这两种 多余的也没有 我们在国内常规我们用点服 酒精点服消毒 消毒效果要好一些 对手术区的消毒效果要好一些 从我管的病人来看 这块病人疏忽的感染率 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2017年 马拉维对中国医药保健品 进口金额为156万美元 同比增长约61% 其中医药配方进口 占进口总额的74% 诊断设备和医用辅料 占15% 这是每年我们都会向 马拉维方面捐赠一批药品 和医疗器械 这个都是在两国的 合作协议范围之内的 也都是随着医疗队 来进行一起划播的 马拉维国内对慢性病 和非慢性疾病 都有巨大的药需求 当地居民尤其需要 价格优惠 负担得起的药品 由于公共卫生机构的 药品经常耗尽 因此向抗虐剂 结合病范围的 药物需求量很大 这为中国医药企业 在马拉维当地生产和销售 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他马拉维这个条件也是比较差 除了这个疾索中心医院以外 这个到了地方乡村 连这个测这个 瘧疾的试纸都没有 都很难测 对于进口原料药 辅料和生产机械 马拉维政府有相应的奖励措施 在工业退税计划下 药品生产原料既可进口 又可免征增值税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 我们确实是非常欢迎 这个中国企业到马拉维来 投资新业的 我们尽管认为 目前马拉维还不具备 大规模投资的条件 但是我们认为马拉维呢 是一个近代开发的投资热土 也是一块价值挖地 随着它的人口红利的这个挖掘 随着它如果上一些电力项目 能够解决它的发展瓶颈问题 那么它的内生的经济 这个动力就会有 那么经济就会步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预计 即使采取最强力的防疫干预 仍可能有30万非洲人 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丧生 1.2亿人感染 在没有任何防疫干预下 甚至可能有330万非洲人丧生 12.2亿人感染 而非洲总人口约为13亿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 是对非洲治理和卫生体系的严峻考验 在许多非洲国家 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和卫生服务方面 长期存在短板 医院床位和卫生专业人员匮乏 医药产品高度依赖进口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非洲的疫情防控成效 是对全球疫情走势至关重要 中国在做好自身防控的技术上 正在积极开展国际卫生合作 向全球分享抗疫的经验 并提供相应的防疫物资和医疗援助 探索国际联防联控机制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荣幸天下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医疗设备短缺怎样制约非洲富佑健康 像这个蓝光仪就不够用 所以我们把有时候比较轻的 稍微稳定一些 还是就放到窗口 利用日光感受阳光来治疗 中国援助又如何帮助提高 非洲富佑医疗设备水平 没有后续的更进 没有配套措施 就往往这些援助项目 在运作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难以维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